新經濟時間來看到歐盟的碳關水 10月就要試行了 台灣有哪些業者會受到影響呢 好題 好 謝謝新華觀眾朋友 越來越多的頻率呢 我們會聽到這樣的一個字 叫做歐盟的C變 10月份會衝擊的 現在國內的好多廠商也開始在準備了 因為呢 從10月1號就要來試行了 那麼歐盟C變完整的名稱是這樣的 它叫做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 10月份開始試行 一直試行到2025年底 那麼在這個期間啊 你是不用花錢去買這個碳瓶鎮的 但是你要申報 那麼首播會影響的就是六大類 你要跟歐盟做生意 你要符合這個的遊戲規則 重要的國際之間貿易的準則 那麼你要申報碳含量 包括像是我們台灣的鋼鐵產品 扣建 鋁跟水泥 你賣到歐盟去你就要這麼做 那麼也就是呢 今年第四季的這樣一個所謂的碳含量 你要在明年1月底之前要完成申報了 經濟部說啊 透過了從這個關稅署這邊的資料勾集說 我國大約有3500家的製造商跟貿易商 都受到影響 那你說我不要申報可不可以東西這樣賣 可以啊 但是你會被罰錢 而且如果申報不時 每一公噸要罰歐元10到50歐 換算一下 一公噸就要罰340 甚至要罰到台幣1700多元 所以說呢還是要必須好好的做 國內現在有些重點的鋼廠早就準備好了 像是中鋼呢 他說啊其實賣到歐盟產品很多 所以會協助下游廠商做好碳管理 那麼星光鋼他們說他們早就有很重視 綠能這件事了 像是在屋頂用這個太陽能板來發電 所以也符合綠能 每一年可以減少數十萬噸的二氧化碳 所以他們早就在做了 那麼葉輝呢 這是所謂的烤漆鋼板大廠 因應了零碳牌的這樣一個趨勢 他們也會好好的重視這件事情 新話 好確實全球都在推動減碳 禁零我國也積極推動運聚的電動化 接下來是不是會投入相當龐大的預算 來協助產業轉型呢 好題 好未來這七年呢 其實政府會要做一件事 大力的補助電動機車 如果呢已經買了也沒有關係 家人也可以來買就換新 我們來拿一些補助 那麼政府是這樣說的 說呢有十二大的這個戰略目標啊 會在二零五零年達成零碳牌 那麼七年之後呢 投入預算更嚇人了 台幣九千億 因為目前發現有個成效很好 就是在電動機車的補助 補助多 所以大家就去換 那麼當然商機也很大 目前電動機車的試占率 大約是百分之十一點九 也就是說啊 一百輛的這個機車裡頭 有大約十二輛就是電動機車了 國發會主委 公明星他說呢 產業鏈上下游都會補助 希望整個生態系落實公正轉型 講是這樣講啦 但是白話一點講就是 我們台灣的這個電動機車大廠 已經騎進了菲律賓喔 這部分要前進東南亞國家很厲害 那麼經濟部明年呢 還有一個大的計畫 即便沒有說明年幾月要做 但是大方向出來了 工業園區包括了水上園區 中埔園區 新市園區 還有北高雄園區 在裡頭工作的這個員工啊 如果你去買電動機車 補助可多呢 一輛可以補助一萬一千元 怎麼算呢 在碳權部分拿兩千 空屋的部分拿兩千 那麼原本呢 你去買電動機車 就會補助七千 所以加起來就這麼多了 那麼其他人 你不要說政府偏心 如果一般人 你去買電動機車 不是會拿到一個碳瓶證嗎 你拿去這個碳權交易平台去賣 大概可以賣一千五到兩千元 所以呢 政府有這樣的想法 未來工業園區會有這樣補助 你把碳權賣給這個工業園區 那麼一般民眾呢 也可以透過買電動機車 拿到相關的補助 新話 今晚會有統計 截至八月底 資產上億的高資產客戶 交由銀行管理的資產規模 居然逼近了八千億 還在增加嗎 好聽 的確喔 有些人越來越多 而且越來越有錢 超乎大家的想像 剛剛新話提到的這八千億 其實經管會只是 算了國內的九家銀行的 高資產客戶 就是超級富豪 或是超級貴富 那當中啊 人數就超過了六千一百人 來到了六千一百六十八人 擁有多少錢呢 大約台幣 七千七百八十四億 當中啊 其實中信銀 當作了財管王 因為呢 他的客戶多 客戶擁有的錢也多 所以他管理的這個資產 大約台幣一千五百七十四億 那麼趙鋒營跟何庫他們就是短兵相接了 彼此都在爭奪客戶 我要比較多 要管比較多的資產 那麼當然呢 這樣的一個資產也是增加 不過你要留意到超級富豪 他們也會做定存喔 定存呢 有百分之一的賬錢 他挪到了去買這個海外的高息的 這樣的一個債券 大約是增加了一個百分點 最後呢 要來提醒觀眾朋友 除了注意最新的財經資訊 也提醒您 可以下載最新的TVBS新聞APP 掌握最新即時資訊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